來到台北想吃地道小炒,怎樣叫好? 今天就讓我示範一次 來台北自由行, 食驗了麻辣火鍋和夜市 走過小炒店又怕進去不懂叫菜 今天就讓我找一間小炒店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間在西門町附近的大溪港傳統小炒 門面不算很美, 不過看到裡面一台一台都是本地人 就知道一定是地道風味 今天我就選了六個菜 首先要介紹這個香煎豬肝 雖然食內臟膽固醇較高 不過用蒜頭加甜甜的醬汁煎起的豬肝 又如何忍得住不吃呢? 接下來這個就是黃金豆腐 炸豆腐要做到外脆內滑已經不易 再加上外層的鹹蛋黃醬, 簡直是好吃到不得了 接下來這個是沙茶羊肉 台灣的小炒, 沙茶肉類的菜式通常都會配搭大量的蔬菜 沙茶醬的香味配合羊肉少少的酥味, 我就很喜歡吃 接下來兩個菜式比較家常便飯一些 包括這個烤蟲版豬和菜脯蛋 不要笑這兩個菜式, 一放在桌上不用一會就已經秒速被人吃光了 哇, 等了這麼久, 終於等到今天的主角吃不到臭豆腐了 這個是台灣小炒的黃牌 將臭豆腐, 油炸鬼, 蔥花和其他調味拌在一起再炒成一碟 一上桌就已經尼曼住一陣戲院門口的臭豆腐味 不過點看和點吃都找不到臭豆腐 你看到又是不是流口水呢?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Subscribe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講到這麼多, 拜拜 拜拜